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就可以无脑的去把对比度去提升 然后去做一个胶片感的曲线 让暗部不是纯黑色纯白色 当这一步做完了之后 直方图的形态就大致相似了 紧接着第二步 我们需要去寻找它画面中哪些颜色是最显眼的 红橙黄这三个颜色对吧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画面中的冷色饱和度都大幅度的去降低 暖色这边相对减少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暖色饱和度也不是很高的 最后使用我们的调色工具 让它的暗部变成这种蓝色的感觉就可以了 很简单对吧 但是这里我需要说明 不是任何一张图都适合用这两步去调整的 模仿一个人的风格除了后期到位之外 前期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拍摄上 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在阴天或者傍晚去拍摄 好了 分析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实战了 请再看本期视频的同学把报道打在屏幕上 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调色教程 这些图片就是我们会用到的调色素材 如果你想要这些素材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操作练习的话 可以留言 我会私信发给你的 我们会用到第一张图去举例子 但是严格来讲 其实这两张图片是最适合模仿保颈虫制这种风格的 因为这两张图前期就已经非常像它那种感觉了 但是因为它们的颜色偏少 操作起来就非常容易 所以说我选择用第一张这张颜色比较多的来为大家举例 这样等我们操作完之后 把这张参数复制过去 到其他图片上都是实用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到我们的第一步 这边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对比度 我们无脑的给它提升 提升到一个30左右 让它画面这个明暗对比更加强烈一些 然后天空这边是不是有一点太亮了 包括这个招牌这里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高光给它降低到-100 这样的话天空的细节就出来了 然后白色色阶这边也可以降低一点 我们降低到一个-30左右就可以 高对比不代表它的暗部 你就让它黑的看不着细节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需要去提升一些阴影 让它暗部的细节显现出来一些的 我们给到一个50就可以了 然后像黑色色阶这边可以压低一点点 这样的话我们的照片会看起来更加的通透 那我们讲过保颈重置 它这个风格是低饱和的对吧 所以说像这个鲜艳度这边 我们先略微给它降低一些 降低到一个-19 那其实正常来讲 操作完这一步 我们就需要来到曲线这边了 对吧 但是我选择把曲线这一步 放到最后去给大家做 这样的话 大家更能理解曲线这一步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接着就可以去调整它的SSL了 在调整这个色相饱和度之前 我们先来到校准这边 把它画面中的这些颜色 简单的去给它统一一下 又有左的一个调整 对吧 我们把这个红颜色向右 然后这个绿颜色同样的也是向右 蓝颜色给它向左 这个蓝颜色向左的话就是你不需要给很多 因为你看 我们一旦给的多了 画面就变成这种青橙色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只需要给它到一个-10就可以 然后经过我们前面的分析 它画面中这些冷色的饱和度都是偏低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绿色的饱和度 给它降低一点 然后把这个蓝颜色的饱和度 也去降低一些 像这个红颜色的饱和度的话 我们可以给高一点 这边哪怕你稍微给高一点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调整这个色相饱和度 对它单独的颜色进行一个调整了 校准这一步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画面中这么多的这些颜色 先简单的进行一个统一 让它们看起来和谐一点 那在色相这边 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色相 都让它向右边去偏一点 比如像这个红颜色 我们让它往右来 然后这个橙色就不需要去动了 像这个黄色 我们也让它往右来 还有像这个绿色 让它偏青色一些 浅绿色也是往右来 然后像下面的这个紫色和品红 其实你不管它也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们也同样的把它往右来 就是大家在调整这个的时候 只需要记住 所有的这些色相 都是向右调整的就可以了 像这个蓝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让它略微偏轻一点 给一个-5就可以 那饱和度 我们都需要去普遍的去降低 尤其是这些冷色 所以说我们先降低这些冷色 从绿色开始 我们降低的多一些 都降低到一个-40左右就可以 然后像暖色这边 我们也降低一些 但是不需要降低那么多 降低到一个-20左右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饱和度这一步的一个变化 现在我们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干净多了 对吧 我们给大家对比看一下 这是原来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现在调整完之后 它高光阴影的这些细节都出来了更多了 同时画面中这些颜色看着也更加舒服了 那接着我们来调整这个明亮度 我们去把这个黄色的明亮度给它增加一点 让它这个招牌看起来更亮一些 好 然后我们提升一些这个浅绿色 我们来看一下 蓝色 蓝色降低一些 这样的话天空的细节看起来就更多了 对吧 我们降低到一个-15左右就可以 OK 这就是我们色相饱和度这一步的一个变化 其实真正重要的还是在饱和度这边 我们都去把它普遍降低了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的画面看起来就很干净 那现在我们画面中显眼的这些颜色 其实就是红色橙黄色这些暖色调了 对吧 最后一步就来到我们最关键的曲线这里了 我们都知道保颈重置 它的风格是没有纯黑色纯白色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点给它往下拉一些 让它这边不是纯白 好 接着我们把它的暗部的锚点给它往上提 让它这个暗部不是纯黑色 好 接着我们在中间建立一些锚点 恢复它正常的一个影调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动它 好 高光这边也建立一个锚点固定住 其实当我们的这个暗部变成这种 不是纯黑的感觉之后 画面会更有一些这种胶片感的感觉 你比如说我把这个锚点 重新归到一个零 我们的画面是这样的 你只需要把这个点轻轻的往上一提 画面这种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对吧 我们提升到一个30左右就可以 我们前面还分析过 就是它的这个暗部 是有一些偏蓝的感觉的 对吧 那我们先来给一些色温看看 我们降低一些色温 这个时候画面虽然有这种偏蓝的感觉 但是感觉它这个层次就完全没有分开 对不对 所以说像色温这边我们不能给的太多 只能给少一些 但是你给的少的话 我们画面也没有这种蓝色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根红色的曲线 在它的这个中间调这边 给它打一个锚点 高光这边打一个锚点 固定住它 我们只需要把暗部的这个锚点 略微往下降一些 你看我一降 我们的这个画面暗部 它就偏向于一种青色的感觉了 对吧 当然我这边降低的有点多 我略微给它恢复一些 OK 你看就轻轻的一个调整 这个画面的颜色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但是我们想让我们这个画面 暗部是偏蓝的 它现在是偏轻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暗部这边 再去消除一些它的绿色 增加一些品红 所以在绿色曲线这边 中间调高光打一个锚点 把这个暗部的曲线 同样的往下给它拖动 你看我略微拖动一些 这个画面的暗部就偏蓝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曲线这一步的一个变化 曲线这个工具它非常的敏感 在它在调整的时候 可以摁住键面上的out键 这样的话你去拖动 它就没有那么快 它的变化就是非常慢的 适合这种手抖的同学 最后当然我们还可以 为画面增加一些暗角 我们添加一些暗角 现在这个宝金宠之 它的这个风格 就已经调整完成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面过于的蓝 实际上你还可以回到色温这边 把它这个色温给它恢复为0 那你想让它偏蓝一些 只需要把色温轻轻往左边拖动就可以了 你想增加一些绿色 那你就可以调整这个色调这边 我这边就不调整这个色调了 把它恢复为0就可以 现在我们的画面略微有一些偏暗 所以说我在这边 把它的这个亮度 再给它略微提升一点 OK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右键 去把这个参数呢 给它拷贝一下 复制到我们的其他照片上 看一下这个效果 OK 拷贝 然后粘贴到我们其他这些图上 那这张图片 其实这张图片 跟我们前面那张图 算是八竿子打不着 因为这张图是一个晚上拍摄的照片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参数粘贴过来 有一些太暗了 对吧 因为这张图是晚上拍摄的 所以我们第一步去提升曝光 增加到一个2左右 那像对比度这边 我们还可以接着去提升 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点灰 我们给到一个60 然后画面没有那种蓝色的感觉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色温 让它往左边来的多一点 然后色调也往左边来一些 让它有这种青蓝色的感觉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高光给它恢复一些 让它看着亮一点就OK了 好 我们接着换到下一张图 粘贴到这张图上看一下 直接粘贴过来 画面有一点太灰了 对吧 预充这种灰的图片 其实你不需要动其他的参数 只需要把这个黑色色接给它压暗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压暗到一个-80 这个时候就OK了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前后的一个变化 我们接着来到下一张图片 把这个参数我们粘贴过来 同样的是有一些灰对吧 我们去把这个黑色色接 给它降低到一个-80 这个时候我们的画面 就有那种保镜重置的感觉了 如果你觉得画面这个高光部分 有一些太暗了 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个高光的细节 再给它恢复一点 恢复一点白色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明暗反差 会被拉得更大一些 画面会看起来更加的通透 好 那我们接着换到下一张图 粘贴 和之前的问题一样 画面还是有一些灰 所以说我们去把这个黑色色接 压制到一个-30 然后去把画面的这个亮度 我们再去给它略微提升一点 前后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对吧 那接着就是来到最后一张图片 其实大家会发现 我找的这些图 其实它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有这种夜景的 有这种颜色非常乱的 所以现在我也感觉就是这个色调 它适合大多数街拍扫街的图片 只要用上了这个色调都非常的合适 那这张图套上之后 同样的也是画面很灰 那我们就降低一些这个黑色色接就好了 像这个色温可以往左边来一些 多给它加入一些这种蓝色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这个色调的一个整体的调色思路 其实回顾一下也是非常简单 还是开始我给大家说的那两步 第一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直方图 没有纯黑纯白 你现在看我们这个照片 它就是没有纯黑纯白的 同时它的这个直方图 是呈现为一个U字形 那为什么会呈现为U字形呢 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这一步的一个高对比 去把它这个对比度给它提升了 那紧接着在饱和度这里 我们就把画面中的这些颜色的饱和度 都大幅度的去降低了 像这个冷色降低的更多一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是用曲线 用这个红曲线 把它这个暗部给它降低了一点 画面偏轻了 再用这个绿曲线 把它的暗部降低一点 这样的话画面就是暗部 偏着一种蓝色的感觉 希望大家能有一点收获 好了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图片的前后对比吧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本期视频让你有一点收获的话 你可以给我一个三连加关注 你的支持才是我不断输出干货的动力 好了那我是青山 我们下期再见